你的言語 在我上旁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耶利米書三十一章 神繼續發放好的消息 神向猶太人保證 他們將會成為實的子民 他們在當中 會重新享受在神裡的歡迎 他們不需要再酷油 他們前途光明磊落 更重要的 神在當中主動的 要重新栽培以色列人和猶太人 更寶貴 神說要和他的子民寧立新約 可否讓我們先低頭祈禱 讓神幫助我們 明白他的美意如何 感謝天父 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雖然一宿雖然有酷油 但是早晨定別歡呼 感謝讚美主 祈禱給我們明白 這段信息的寶貴 奉悟耶穌基督明白 阿門 耶利米書 第31章 以色列人回鄉 耶穂華說 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上帝 他們必作我的子民 耶穂華如此說 從刀劍生還的百姓 在曠野蒙恩 以色列尋找安血之處 耶穂華從遠方向我顯然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少女以色列 我要再見立你 你就得以見立 你必在拿起手鼓 隨著歡樂的武者而出 你必在薩瑪利亞的山上災葡萄園 災眾的人災眾 而且享用 日子將到 守望的人 必在已發連山上呼叫 喜來吧 我們要上石岸 到耶穂華我們的上帝那裡去 耶穂華如此說 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 為萬國中為首的歡呼 當全揚中贊說 耶穂華啊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以色列的愚民 漢娜 我必將他們從北方之地領來 從地極召集而來 同他們來的 有盲人 騎子 孕婦 產婦 他們必成群結隊 回到這裏 他們要哭入而來 我要照他們 狠求的 引導他們 使他們在河水旁 行走正直的路 他們在其上 必不致半跌 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發連是我的長子 列國啊 要聽耶穂華的話 要坐遠方的海島傳揚 說 趕散以色列的 必召集他 看守他 如牧人看守羊群 因為耶穂華 救贖了雅各 救贖他 脫離比他更強之人的手 他們來到石安的高處歌場 因耶穂華的宏恩 而喜樂洋日 就是五谷 新酒和新的油 並高揚和牛毒 他們必像有水 囂灌的原子 一點也不再有受罰 那時少女必歡樂跳舞 年輕的 年老的 都一同歡樂 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愛 變為歡喜 並要安慰他們 使他們的受罰 轉為喜樂 我必以肥油使祭師的心滿足 我的百姓 也要因我的恩惠之足 這是耶穂華說的 耶穂華練吻以色列 耶穂華如此說 在拉馬聽見 豪淘痛哭的聲音 是拉結哭他兒女 不肯因他兒女受安慰 因為他們都不再了 耶穂華如此說 不要出聲哀哭 你的眼目也不要流淚 因你的生路必有報償 他們必從仇敵子地歸還 這是耶穂華說的 這是耶穂華說的 你末後必有指望 你的兒女必回到自己的僵土 這是耶穂華說的 我聽見以法蓮為自己悲嘆說 你管教我 我便受管教 我如未純服的牛毒 求你使我回轉 我便回轉 因為你是耶穂華 我的上帝 我背離以後就傲悔 受教以後就隨兇 我因擔當年輕時的凌辱 就抱愧無收 以法蓮是我的愛子嗎 是我喜歡的孩子嗎 我每逢拆避他 仍心顧念他 因此我的心腸牽掛著他 我必要憐憫他 這是耶穂華說的 少女以色列 當為自己設立路標 為自己豎起指路牌 要留心向著大盜 就是你曾走過的路 你當回轉 回到你自己的城鎮 背道的女子呀 你返來覆去要到幾時呢 耶穂華在地上做了一件身事 就是女子互為男子 上帝指問光明的前途 萬鈞之耶穂華 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說 我使秘魯之人歸回的時候 他們在猶大地和其中的城鎮 別再這樣說 公義的居所呀 聖山呀 冤夜和華賜福給你 又大和又大城鎮的人 耕地的和帶著群衝遊牧的人 都要一同住在其中 彼佛的人 我使他鎮躁 受犯的人 我使他滿足 於是我醒了 我看得我睡得香甜 漢呀 日子將到 我要使人的後代和生畜的種 在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繁衍 這是耶穂華說的 我先前怎樣看守他們 為要拔出、拆毀、毀壞、慶福、苦害 也必照樣看守他們 為要建立、栽植 這是耶穂華說的 當那些日子 人不再說 父親吃了酸葡萄 兒子牙齒就酸倒 但各人要因自己的罪死亡 飯吃酸葡萄的 自己的牙齒別酸倒 湯呀 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這是耶穂華說的 這若不著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 令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 與他們所納的藥 我須作他們的丈夫 他們及背了我的藥 這是耶穂華說的 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以色列家所納的藥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這是耶穂華說的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輪舍和弟輕說 你該認識耶穂華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不再記得他們的罪惡 這是耶穂華說的 耶穂華使太陽白皺發光 按定例使月亮和星神照耀黑夜 又攪洞大海 使海中波浪澎湃 萬鈞之耶穂華是他的命 他如此說 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調 以色列的後裔才會在我面前斷絕 永遠不再成國 這是耶穂華說的 耶穂華如此說 若有人能測量上面的天 探索下面地的根基 我才會因以色列後裔所造的一切 棄絕他們 這是耶穂華說的 漢納 日子將到 這城必為耶穂華而造 從哈南葉樓直到閣門 這是耶穂華說的 將糧的城址要往外拉出 直到加納山 又轉到戈雅 拋屍的泉谷和賭灰之處 並一切填地 直到吸淪溪 又到東邊馬門的角落 都要歸耶穂華為星 不再拔出 不再傾福 直到永遠 耶穂華為星 耶穂華為星 指民 讓他們在當中不再流落 讓他們當中可以回歸 亦都叫他們能夠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在那裡可以安居樂業 享受農家之樂 猶太人再不需要為著刀劍 為著死亡 為著罪熱而哭入 神重新給他們回歸的喜樂 復興的情況 甚至乎神用夢境 在耶利米的思想裏 讓人們看到一個寬喻的景象 聖經描述 耶利米醒了時很滿足 不單止如此 神更加要將 猶大和以色列 一起燒聚過來 一起興起 在神的角度裡 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 神允許猶大和以色列 將他們重新種植在 栽植在耶路撒冷 更重要的 亦都是我們今天很興奮的 神說要和祂的子民 寧定新藥 舊的廢納要重新定定新藥 這個新藥是寫在心板上 這個新藥不再要教導 因為由老到少 他們都認識神 都明白神 他們樂意去親近神 在神的恩典 在神的愛裡 這個藥是永恆之藥 神要耶利米發夢 神要讓他們看到 郵達人回歸 復興 安居樂意拒絕 圣经描述 耶利米醒了之后 笑得很燦烂很满足 因为看到前景 看到同胞有变转的机会 我们说这个异仗一方面是 神宣告给耶利米知道 意识由大国会复杀 但另一方面是特别安慰耶利米一生 这位先知过去几十年都是忧忧受受 为同胞是忧忧受受 贪惊受怕 神竟然用这个梦境安慰耶利米 告诉他们有一日有大人会不会来 原来施奉神是甜蜜的 甜蜜不在于人的赞美 在于原来神知道 有时神让我们享受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祝福 那种满足是非不物可以形容的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三十一至三十四节 是我们不能不讲的一段经文 里面讲到神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立约 这个立约是另立新约 意味着旧约将会不再纪念 这个约是写在心板上 不像旧约 神拖着以色列人祖宗 写在石板上 这个新约不再需要教导 因为是由老到少都认识神 明白神 这个新约不再计算罪恶 哪是讲赦面 讲神恩 是带来给犹太人 以色列人新的盼望 我们感谢神 今天你和我都被称为新约的信徒 其实都在神这个约 这个应许里面我们有份 我们今天见到 犹太人还在全家归住 但我们在这个约之下 我们却首先成为新约的子民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知道 是因为耶稣基督 这位君王 这个利塞亚救赎我们 让我们可以白白领受神恩典 所以当我们讲新约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感恩 也不能不多谢 耶利米当中给我们体验很清楚的宣告 这是神的旨意 神不再用律法来影响人 不再用律法来命令人 倒回来是用爱 用他的怜悯 用他的慈爱 来吸引人 去遵行他的旨意 作成他的功能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皮佛的人 我使他振作 受烦的人 我使他满足 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 二十五节 又是得梦 团众 fighting 不加繁稳和约 突然颜悟形 歌的人 但是找星险 他们